最末年关 不先回顾一下是很难轻装前进走向未来的 近一个月前就有兴急的杂志问我 你要选年度关键词你会选哪一个 我几乎没有犹豫的就选了 新常态啊 解释是 新常态原本出自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解读 却在诞生之后具有对当前中国诸多事情更准确的表达 比如 蓝天是偶尔的 雾霾是新常态 当然这是开了个玩笑而已 不过巧的是 今天我们的新闻周刊要选出的年度试点 年度人物和年度特写 我刚才说的这句话里居然占了俩 年度试点是新常态 年度人物是失联者 年度特写是APAC兰 我们先从年度试点开始 新常态从哪说起呢 就从距今整整30年前的1984年说起 那年共和国35岁 我16岁 改革不到6岁 那是一个全新的起跑线 84年我是41岁 我怀揣住这样一个被誉为重大发明的一个无比精悍的输入技术 到中关村来找合作的人 1984年刚刚发明了无比自行输入法的王永民 从河南南洋来到中关村 把自己比喻为乡巴佬的他 一来到这个被喻为中国硅谷的地方 就被这里激情的创业热情所感染 并找到一帮和他一样有着创业梦想的人 所以中关村接着很破 大街小巷 那个小胡同进去玩 那个就是民房一样 那也堆满了高科技产品 所以中关村的起步景观 真是有点很奇特一种景观 如今提起中关村 人们立刻会联想到电子产品和高科技 但是倒退30年 路的两边都还是农田 怀着各种想法和心情到这里聚集的人 将中关村从一个简陋的小村 变成了喧闹的电子贸易集中地 有些北大的清华的 有些中科院的 附近的科技科研院所的人 都来进下海 1984年 中关村一下子起来了一大批企业 除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 信通 四通 金海 柯海之外 还有如今民营企业的代表联想公司 财经作家吴小波 把1984年成为中国企业的元年 因为这一年 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 城市居民开始大规模创业的一年 像孩儿的张瑞敏 联想的柳传志 建立宝的李经纬 万科的王石 南德的木齐中 郑台的南春辉等等 这部分人都是一九八十年创业的 当时还是河南省南阳市地区科委办事员的王永民 来到中关村后就在这扎下了根 王永民说 在那个年代做企业远不像现在这样理直气壮 民营企业在很多人眼里更像是不务正业 骗子 以对于当时中关村在一般人眼中更像是倒爷一条街 当时八十年其实意识形态的争论还是很严重 主要是要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 争论非常的严重 这些人在城市里面都不是一些得意者 可以说是城市的边缘人士 或者说一个单位里的一个不是很得意的人 那么他们被逼到了体制的边缘 开始做了很多的企业 王永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 后来虽然在行政部门工作 却并没有放弃科研 在中关村的第一批创业者中 大多是科学家工程师 有科研背景 他们共有的特性就是充满挑战精神 有勇气冲破陈旧的东西 束缚性的东西 有勇气放弃铁饭碗下海 我读了很多书 学了很多知识 在国营的单位研究所工作很长时间了 这一下子感到开放了 一下子感到自己解放了 这就可以有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了 不怕失败 不怕再结上什么面子的东西 有什么面子 很多经历过1984年创业的中关村人 都把那个年代称为激情岁月 那时的电子产品主要来自进口 这些没有自己产品的新创立的民营企业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养活自己 那时候一帮人是被扔到海里去的 就他不知道还有多深 往哪有 这个到底按在那边都是不知道的 是先是学着卖人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没有本钱 我们第一笔资金的积累呢 实际上是出卖技术劳力的化了 我们卖过电子表 还卖过汉冰鞋 这些东西都赔钱了 后来我们就是给人验收机器 给人安装机器 这样去出卖技术劳力 进了第一笔资金 在创业最初的几年里 王永明到处去办班 讲解无比自行输入法 无比自行也得到了很好的普及 王永明说 那时候上百个中央国家机关 和十多个省市都使用他的无比 很快的 无比自行的商业价值也开始显露了 国外的公司纷纷的都买专利 国内的公司纷纷买专利 钱多的两边一边一边支票 做得非常红 一年的几千万块钱 184年他主要面对的对象是体制 就是你面对的像铁幕一样的计划经济 你只要有勇气 你只要敢去敲击那个铁幕 你就有获利的一个机会 我在家里也是整天古道小的 我是个职业发明家 毛笔养生宝 我自己做的 2011年 王永明把自己创立的中国王马集团 交给了儿媳妇经验 与如今中关村那些创业英雄们相比 王永明的王马集团 其实并无字面上看着的那样宏大 由于房租过高 公司去年已经撤离了中关村 工作人员也只有少数几位 2003年开始 就是觉得去做一个产业 发明杂志的鼠标之类的 就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但是肯定是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但是用户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为什么 盗版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这个辞职要比涨 这个公司的效益慢慢慢慢 基本归于零了 你知道我知道 你说 虽然王永明已经不在负责公司 但是公司的咨询 却很多时候都转到他的手机上 没问题 大概打电话咨询的人不会想到 经常接听电话的人 就是无比输入法的发明人本人 至少三分之一时间能由是我自己接电话 我们公司的电话24小时都得有人接 这是我规定 王永明说 虽然最近这些年他很少再去中关村 但是他却喜欢和当年的中关村创业者们相聚 共同回忆那段激情岁月 三十年过去了 当年的这条两边都是农田的路 早就变成了知名的电子城 而如今非公有制经济 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力量 2014年全年 中关村新创办科技型企业将突破一万家 我觉得84年之所以大家很怀念 还是怀念那个勇气 因为我们会面对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面对到整个计划经济的体制问题 面对到城市体制改革的问题 面对到自身的很多缺陷 大家回望三十年前的八十年 我们会说那一年是一个充满勇气的一年 回顾历史有很多的巧合 浙江湖州的墨干山居然悄悄的成了历史的见证 1954年中国有了第一部宪法 为了这部宪法 毛泽东在浙江待了很久 其中专门上墨干山开过会 并针对上山的路不好走 感慨了一句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然而这第一部共和国的宪法 谁都知道后来是怎样的命运 然后整整六十年后 依法治国首先是一线治国 成了2014年的最强音 这六十年的路程也真映了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话 其实墨干山与1984年也有交际 那一年一群年轻的学者上了墨干山 带着热血与激情 而目的是为改革思考 各位前辈们 你们当年是这么开会的吗 你们愿意听一些大佬坐在前面 讲他们三十年来一直讲的东西吗 你们有真知灼见 可是你们讲了三十年了 这个问题就愿意愿意像当年一样 过到夏天来 为何让年轻人到上面来讲话 你们要用你们的学识 你们的智慧还征服我们 不是用你们的位置 你们的资历 你们背后的 有个年轻的朋友起来 发言 勇敢的去做自己的见解 我很开心 所以我第一个做出反应 我就从嘉宾与西走下来 因为我寄希望你在年轻的一代当中 出现一些青年思想家 这样我们中国的改革才有 生生不息的这种动力 这座看上去有些破旧的小教堂 就处立在1984年的莫甘山上 在这里 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 讨论会召开 在这里 124位参会代表的征殿与碰撞 为80年代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三十年过去 愿意第一个走下嘉宾席的常修泽教授 或许就是在那一刻 又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又想起了经历过的那段激情燃烧岁月 代表怎么产生 第一不讲学历 第二不讲职称 第三不讲职务 第四不讲名气 第五不讲关系 那讲什么 当时有四个字 以文选人对中国改革有研究 有深度的论文或者是研究报道来 以文选人看质量 看货 是吧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选人标准呢 就是英雄不问赖路 谈起三十年前 常修泽首先想到的 就是一种社会公平竞争的精神 墨干山会议从选择参会代表开始 就设立了一个面向社会各阶层的舞台 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 也才因此得以展露头角 墨干山会议的1984年 正好是在改革 从农村改革进入城市 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有一个非常 意气风发 这个那么那么一个精神 而且呢就是从这个政府 从执政者 也非常希望就是从民间吸取智慧 那么呢从民间来说呢 这个大家都带着一个很理想主义的 这个一个非常向上的这么一个 一个精神 想给国家的变革 给国家的这个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 自认为是最懒的企业家 但知道他的人更愿意把他看作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 那一年走上墨干山的他 参加莫干山会议之前 我就是一个这个一个一个普通的研究生嘛 那么通过莫干山会议这样呢 能够把自己的一些这个意见呢 被能够影响到中央的决策啊 那么改变后来这个生活的这个轨迹 能够介入到就80年代那个 那个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当中去 华生并没有觉得30年前那一幕很久远 他还记得与意气相投 或者意见相左的年轻朋友的相识 也记得在彼此的激烈争辩中 出现了诸如价格双轨制 取消粮食统购统销 开放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 建立股票市场等 这样一批影响中国之后 30年经济发展轨迹的突破性建议 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 没有什么这个等级啊 或者是有什么忌讳啊 也没有什么利益啊 所以大家都是这个 都是想着就是说这个国家 究竟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什么道路 对吧 那么具体的这个改革 要设计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机制来 这个改革才能够比较平稳的 顺利的向前发展 时光走过30年 中国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困境 我们的生活不用再去过多考虑温饱问题 但1984年的墨干山会议 却开始被人重新提起并抱以敬意 或许1984到2014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跨度 而是两个可以相互印证的时间节点 1984年是中国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元年 当年的改革是单向改革 是经济改革 而今年开启的是一个五位一体的改革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就是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 社会改革 文化改革 和生态环境体制改革 2014年8月 中央明确提出 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要真刀真枪推进改革 为今后几年改革开好头 显然从中央到学界 乃至整个社会 一种与30年前 有着某种共性的共识 已经形成 但将要面对的阻力和复杂局面 却不是那个单纯的年代 可以想象的 那情况比30年前 更加复杂 复杂在哪 我是叫双重的这种阻力 一个就是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弊端 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既得利益这么一个集团 他不希望倒退到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他也不希望继续前进 不希望继续推进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 1984年的墨干山会议 公平竞争 思想碰撞 良性互动 制度创新 开启了充满活力的改革大幕 而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 中国经济新常态 显然也是在以中高速 优结构 抓创新 多挑战的特点 全力开启这个国家的全面深化改革 我们确实也面临着 跟30年前的情况是一样的 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它被我们的挑战是巨大的 政府怎么从民间去吸收智慧 所以从这一点上 我们国家人军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发挥了中国社会民间的智慧和创新精神 而又能把这种创新 跟一个国家的决策的过程 政策形成的过程结合起 实现这个社会经济 社会 包括公民权利 方方面面的这个现代化的跨越 那现在 说是改革的这个原点 我觉得也有道理 就某种意义上 我们又回到了 这个无感叹的那个旗别 1984年对于我个人来说 也有太多难忘的记忆 比如去邻居家蹭着看春节联合晚会 然后唱了一个多月 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还有夏天洛杉矶奥运会 无论是徐海峰灵的突破 还是李宁的神奇 都让我觉得民族自豪感 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一年离我参加高考还有一年 但小平你好出现在国庆大典 让我按下决心 一定得考上北京去上大学 其实不止我 太多人在1984年 都有着难忘的回忆 因为国家向着希望去走 一定会让更多的个人有希望 那一年 柳传志王石都开始创业 三十年后 柳传志的联想与王石的万科 都是大佬和传奇 不过他们已经不再年轻 2014年新常态里有新角色与新故事 也许三十年后就是新的传奇吧 位于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车库咖啡 每天都聚集着很多草根创业者 这个看似普通的咖啡馆 为早期创业者提供开放式办公环境 以及与投资人对接的机会 一杯咖啡并可获得一整天办公空间 低廉的办公成本吸引了很多心怀梦想的年轻人 你们都是一个团队的吗 不是 我们是三个 这就是三个公司相当于 是一种新型的健身设备 你这种目标需要比较大 至少是这个领域的第一 我们是用通过数字化的方式 能够识别情绪 最后来做能推荐服务 来帮你能够调节一些负面情绪 使你获得一些正面积极的情绪 一张桌子就是一个或几个创业团队 在车库咖啡 一波又一波年轻的创业者 来了又走了 他们中的一些人 获得了投资人的青睐 开始组建更大的团队 搬离到写字楼里办公 从形象啊 从办公环境上来看 我们都非常屌丝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跟那个 就是很高大上的 包括上市公司 包括那种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企业 如果站在一起 我们一点也不自卑 为什么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有梦想 做的这个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 对 我们这个使命就是让人的内心 更加舒适 更加强大 三十年前 中科院技术工程师柳传志 在单位只有20平米的传达室里下海 创办了联想 当时他的目标 是做成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而三十年后 中关村车库咖啡里 年轻的创业者们也渴望从这里出发 深处全球化浪潮中的他们 显然比上一代拥有更大野心 如果说当年八四一代创业者需要的 是冲破翻篱和行政桎梏的勇气 那2014的创业者们 面临全然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在各种风投 各种基金 包括人民币的美金 都很多 都在找好的项目 好的团队去投钱 三十年以前 可能这种情况 条件就不具备 包括现在国家对于创业政策也非常好 包括总理也在强调 就是支持草根创业 支持大众创业 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次城市居民开始大规模创业的一个年份 那么今天我们看 实际上我们现在 2014年其实也是个创业年 当年勇气很重要 现在可能智慧 很多商业上的谋略 变得更加重要 2014年11月19号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浙江乌镇开幕 一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精英 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与会 没有人可以忽视网民占全球五分之一的 巨大中国市场 刚刚跃升为中国新首富的马云 是互联网大会的明星 今年9月 他打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 当日收盘时市值超过2285亿美元 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企业 而今年成功赴美上市的 还有创立仅四年的化妆品电商 巨美优品 31岁的创始人陈欧 是纽交所222年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市公司CEO 信息化时代中国企业的飞速扩张 是成名于工业时代的企业家 当年所无法想象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信息化革命却是把中国推到了一个新的浪潮上面 而且这个变化我认为还在发酵 远远没有结束 就是信息化革命所带来的这个冲击 对中国传统制造业 传统服务业的冲击 才刚刚开始 在2014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 有214个国家和地区购买了大陆的商品 订单量超过680万笔 中国制造也迎来新的革命 今年以来 中央进一步加大税收扶持小微企业的力度 全国超过千万户小微企业 享受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而我国今年新增企业呈井喷之势 同比增长60% 其中大部分是小微企业 且与信息技术应用有关 下一步怎么能够维持中国经济 这样就算是一个中高速的 说是新常态的发展 那么凭什么呢 那么现在政府也意识到了主要靠创新 创新是需要千千万万人的那种创造性 那这个需要的是我们整个制度 我们体制的要大的变革 2014年几乎从一开始就被视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 作为深化改革先手期 政府今年继续加大检证放权力度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许多中央部委在网上晒出了权力清单 今年7月 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终结了延续半个世纪的农业非农二元户籍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今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改革是按照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的公正化 这样两条线来推进的 改革和反腐败是紧密结合的 18大以来省部级高官已经处理六十几位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原演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那么大家都有比较好的憧憬 那个时候官方民间不同穷向的人 那么都是要改变当时的现状 那么谁做改革的深入 它带来了利益的分化 带来了贫护差距的巨大的扩大 而且也带来了干部队部的腐败的这种发展 所以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的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让国家摆脱了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 中国这个独老国家 开始真正相信市场 并打开新的局面 三十年后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全球化信息化革命暗潮中 改革的局面已千差万别 如果说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 2014年的中国 能否比1984年更有勇气 没有1984就没有2014 这不是一个废话一样的句式 而是说中国如果没有充满着激情与希望的1984年 真不会有狂飙突进的经济发展 也自然不会有站在激情燃烧岁月肩膀上的新常态 1984与2014有很多相似之处 改革在出发 创业创新是关键词 社会充满着向前走的欲望 但是两者之间也有太多的不同 那个时候光脚不怕穿鞋的 穷的不怕失去什么 而现在你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30年前天还是蓝的 水还是清的 可现如今天蓝水清食品安全 重新是个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 那个时候想吃饱穿暖 似乎是最大的一个梦想 但是现如今仅仅吃饱穿暖是不够的 物质之外 人们有了太多精神上的追求 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更是一个全新的机遇 30年后我们会像今年回望1984一样 回望2014吗